上一集我们讲到 唐小舟陪同赵德良回北京过五一长假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 唐小舟吃惊地发现 有雍州第一美女之称的主持人乌丹 竟然坐在了赵德良的旁边 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 乌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这让唐小舟百思不得其解 而之后经过乌丹的介绍 唐小舟也邂逅了一段艳遇 正当他陶醉其中之时 好友黎兆平突然打来了电话 唐小舟刚接起电话 黎兆平便说 广电局出事了 你知道吗 唐小舟愣了一下 出什么事了 局长张成明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据说是从八楼掉下去摔死的 他是跳楼吗 现在还不太清楚 官局已经来人了 正在查 还没有结论 局里边也找人问了一下 有人说呀 八点多钟的时候 大家刚刚吃完晚饭 有几个老头老太太 在楼下活动 有人看到八楼空调机上 站了一个人 因为是晚上光线不强 看不清楚那个人是谁 以为是小偷 于是在楼下 一起喊抓小偷 结果那个人可能是慌了 从楼上摔了下来 大家跑去一看 脑僵都已经出来了 竟然是局长张成明 那张成明 是从他自己家里摔下来的 不是 是一个女主持人的家里 哦 原来如此 第二天一大早 江南省驻京办雷主人来了 在酒店大堂 往房间里打电话 此时 唐小舟和王清平正一丝不挂 紧紧地搂在一起 正在做着香甜的美梦 电话铃声响起 唐小舟吓了一大跳 猛地翻身下床 发现自己身上是光光的 又看到同样光光的王清平 有点晃了手脚 接起电话 得知雷主任在楼下大堂 心里的狂跳 才稍稍地平复 接完电话 穿衣服的时候 唐小舟想 这件事可真是险啊 他们不能轻易地 去赵书记的房间 如果突然摸到 自己的房间门口 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呢 门一开 看到他和一个美女 睡在一张床上 这成大新闻了 尽管住京办的人 狠懂套路 不会贸然闯进房间里来 可他不得不访 唐小舟从床上跳起来 匆匆起树 对王清平交代了几句 又匆匆下楼 来到赵德良的门前 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定 发现里面 有流水的声音 于是来到大唐 和雷主任会合 在雷主任身边 还有一个中年女人 她是驻京办 负责接待工作的处长 叫王立元 雷主任介绍过后 这王立元 也不管唐小舟 是否有忌讳 一把将她拉进怀里 激情拥抱了一个 坐下来之后 唐小舟说 赵书记已经起床了 你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雷主任说 放心吧 餐厅啊 已经都安排好了 在雍州人开的雍香楼 这属于啊 京城比较高档的一家 我订下了最大的包厢 一张大圆桌 坐二十多个人 没有一点问题 呃 礼品还没有办 主要是标准不好把握 唐小舟说 哎呀 这方面 我也不是太内行 你们做这种事比较多 拿个参考意见吧 王立元说 这个参考意见 难度就大了 哦 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这可难说了 每个领导的风格不一样 出手自然不一样 而且送的对象也不同 有一班办事员 有处级厅级干部 更高的 有部级 还要看关系怎么样 特别熟的领导 自然要送的多一些 总之啊 这种事太复杂了 标准 我们无法掌握 唐小舟还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遇到 这么个难题 雷主任 颇善于察言观色 他知道唐小舟为难 别说 赵书记请的人呐 级别肯定不会低 少了不像话 多了吧 却是比较麻烦 一时之间 很难准备适当的礼物 加上人数多 每个人如果拿一大包 太张扬 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 我们住京办 有一种现成的礼品 是一种古话书签 您看怎么样啊 唐小舟暗想 书签当礼物送给赵书记的同学朋友 这能行吗 雷主任看出了他的疑惑 立即加了一句 啊 这是纯金的 我们从香港定做的 唐小舟问 价值多少啊 王立元说 当初我们定做的时候 金价没有现在高 成本是三千多 唐小舟知道 现在江南省给处级干部送礼的 普通行情是两千元现金 给厅级干部就水涨船高了 仅仅是这么一个书签 恐怕是拿不出手的 雷主任见唐小舟沉默不语 知道他心中的意思 便说 啊 王处长有个意见 每个人呢 给两张书签 再给一张购物卡 听雷主任这么一说 唐小舟心想 两张书签 成本价就是六七千元 再加一张三千元的购物卡 总值上万元 分量应该是可以了 而送出的东西 说起来也好听 是两张书签 谁都不会认为 这东西会值太多钱 就算纪委调查起来 大家也都好说 赵德良可以这样说 我以为是普通的书签 至于购物卡 毕竟在五千 最低标准之下 一点意思而已 这样想着 唐小舟说 那你们 先按这个标准准备吧 吃过早餐呢 再具体定 唐小舟想起身 上楼 去接赵德良 下来吃早餐 雷主任 却拦住说 唐初别急啊 我们再聊几句 哦 还有事吗 啊 是这样 如果赵书记 上午没有特别安排的话 能不能到 朱经办视察一下 鼓舞一下事情 唐小舟敲门 进入了赵德良的房间 此时 赵德良 已经洗过澡 正在自己吹头发 唐小舟赶紧走过去 接过了 他手里的电锤风 赵德良问 准备的怎么样啊 唐小舟说 住进办的雷主任和王处长在楼下 订了雍香楼最大的包厢 但是礼品还没有订下来 雷主任和王处长有个意见 他们准备给每个人送两张江南古画书签 再送一张购物卡 赵德良没有立即说话 唐小舟知道 赵德良在掂量礼品的分量 却又不好开口问 于是 唐小舟继续说 那个书签我看了 是在香港谢瑞林统一定做的 所选的字画呢 都是咱们江南省名人的 有宣传江南省的意思在内 很漂亮很精致 也有收藏证书 听了这话 赵德良立即说 嗯 这个办法好啊 一个小小的礼品 对江南省起到了宣传作用 让领导们对江南省印象深刻 看来啊 诸敬办的同志 很会办事嘛 唐小舟自然明白 赵德良听进去的 恐怕不是什么江南籍名人字画之类 而是谢瑞林三个字 听了谢瑞林三个字 自然知道 这书签是足金的了 一条普通的金项链都需要上签约 一张金书签 那还不需要几千呢 趁着这个机会 唐小舟说起了第二件事 刚才在下面和雷主任聊了一下 我得知 住经办的同志都没有放假 很辛苦 雷主任希望啊 您能够去住经办走一走 慰问一下 在那里工作的同志 好给他们鼓舞一下事迹 也好 那今天上午过去看看吧 然后从那里去餐厅 中午宴请的都是赵德良在复旦大学前后期的同学校友 后来的几天则是无穷无尽的这类应酬 除了晚上赵德良单独去某位领导家里拜访 唐小舟还像上次一样等在外面 或者上班以后 赵德良去中组部以及发改委谈事 只有唐小舟陪同 其余的应酬活动 住经办全程参与 在这中间有三件事需要特别介绍一下 第一 是王精平 并没有在那里住完剩下的假期 走的时候只是给唐小舟发了一个短信 他一个人在酒店太无聊了 王精平的短信发过来的时候 唐小舟正忙着 所以没有回复 后来竟然忘了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广电局局长张成明坠楼事件 公安部门的结论出来之前 唐小舟和雷主任曾经谈论过这件事 雷主任介绍说 张成明当副台长的时候 他和那个女主持人就在一起了 其实雷主任早就知道 那个女人比较烂 除了老公和张成明之外 同时和很多男人保持着亲密关系 出事那天 他的老公出差 张成明趁着这个机会 跑到他家去优惠 可是没想到 他的另外一个情人是个老板 在这个女主持人身上花了不少钱 可是他呢 对人家不冷不热 那个老板怀疑他还有别的男人 他信誓旦旦说没有 老板不相信 跑到门口往他家里打电话 他根本没有想到 人家是有心的 接了电话 接起电话 他知道麻烦来了 既不能说自己不在家 也不能说家里有人 那个老板就直接说 自己就在门口 要他开门 张成明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躲到了他家的空调机上 后来楼下有人叫喊 他大概以为别人认出了自己 心中一慌 就掉了下去 令唐小舟大感惊奇的是 几天之后 公安局的结案报告送了上来 和雷主任所说的 几乎完全一致 唐小舟因此知道 这个雷主任虽然远在京城 和江南省之间 信息渠道是极其畅通的 第三件事 也是赵德良此次北京之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和前任宣传部长 朱新邦之间的一次谈话 这里